年底到了 不是聚餐就是购物 我都可以听到我的钱包跟我诉苦 如果再不减少花费 不到明年可能我就没钱花了 编导最近就看到这些 经济餐的踪迹 价格公道 多吃几餐 或许能省下伙食费 一般公众听说过吗 第一次听过 没有吃过 我没有试过经济餐盒 我在这个博客餐馆看到 有很多三块钱的价格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原来建屋发展局早在2018年 就推出经济餐饮计划 签订新租约的咖啡店业者 都必须提供经济餐饮 来确保国人能负担得起食物价格 经济餐必须是一份全餐 但是没有规定售价 什么样的价格才算得上经济实惠 建屋局和政府科技局 今年五月推出搜索经济餐饮网站 并且会定期更新 网站目前涵盖了114家咖啡店 提供的经济餐食售价 一般介于三元到三元五角 经济饮料售价一般在一元左右 让我输入看看我家的地址 这里马上显示了我家 两公里范围以内的一些经济餐选项 总共有五间 但是最靠近的也要走八百米 那我们还是马上走吧 刚才我在这个咖啡店逛了一整圈 我是看到蛮多个不同的经济餐选项的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有两个摊位 是没有在营业的状态的 所以说经济餐的选项 只剩下四个不同的选项 那我今天选择的这个就是肉汁米粉汤 让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一大碗的米粉配上鸡蛋 肉碎 姜鱼仔 青菜 三元就能裹复 感觉相当划算 没想到边岛还在后港一带 找到了更便宜的炸菜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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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里的菜饭有什么菜色是可以点的呢 for budget meal 那些有标签的 蓝和粉红色的标签的 都是在这些年价餐里面 都可以选择 一肉一菜是两块三 一肉两菜是两块六 品味集团旗下有三家咖啡店 三年前在其中两家开始售卖经济餐 如鸡蛋 拉萨 和炸菜饭 复客常常在 比如在脸书上面 他们常常会应用造福人群的资源 这便是促使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模式 经营下去的最佳动力 菜饭摊是集团直接经营的 能维持低廉的价格 原来是靠数据来降低成本 降低成本的方法就是减少食物食材的浪费 这是依据每天的营业额 营业数据 经过分析 得知顾客偏向哪些菜类 根据顾客的偏向才编排每日出餐的 出菜的那些菜类型 我们可以精准到好像煮一个古老肉 需要用到多少的原料的食材 所以不会有浪费 这样只要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继续以这样优惠的价格 出我们的年价餐给我们的顾客 为了进一步扩展经济餐饮计划 从今年5月开始 耿介屋局更新租约的咖啡店业者 也必须提供至少四道经济餐食和两个经济饮料 当局会提供业者5%的租金回扣 为期一年 到了2026年 全岛374家建屋局咖啡店都会提供经济餐饮 这占了所有邻里咖啡店的近一半 在大巴窑经营华方季咖啡店的业者 今年7月跟介屋局续约之后 也开始提供经济餐 如果条汤 椰浆饭 马来炒面等 开始时候就很难吸引这些摊主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他们都说现在的材料费都很高了 所以如果再把他们的价钱减低 他们恐怕还会亏钱 所以我们当咖啡店营业者 我们就把政府给我们的5%的资金回扣 分享给那些参与这个活动的摊主 希望可以帮他们减低他们的开销 虽然目前没有看到很多人买这些经济套餐 但是有这个选择是好的 因为他们可以买比较便宜的食物 来减低他们自己的开销 经济餐日趋普遍 如果你发现其他实惠的餐食 也可以上CloudTask SG网站提供情报 加入经济餐大搜寻的行动 在外用餐只吃经济餐 要怎么做到营养均衡